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206花莲强阵云门催堤大楼灾区持续搜救中,前年206强阵台南用康围灌大楼倒塌造成惨重死伤,当时台南警方出协助灾区现场为安登记保管受灾户一事物,罹难这一体如难以辨认的采取DNA和家属比对。 如被大楼倒塌案有偷工减料疑虑的,也切割钢筋先保全证据,都是可供借禁。 参与前年206围灌灾区救援勤务的南市警方人员,回忆许多受灾户的一事物再也等不到主人,让人鼻酸。 当时消防搜救人员在搜救过程中把找到受灾户的一事物吸出,交给警方前进指挥所登记保管,再设法帮家属赶快认领回家人的遗物,减轻伤痛。 当时检警相宴作业也是立即进行围观灾区的四面分四区都派有刑警录影搜证,移送出罹难者的遗体。 就送往南市并医馆由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如家属能辨认就确认身份,有异议或辨识不出的则由DNA和指纹比对罹难者身份。 当时台南市警局监视中心采取遗体家属DNA后,每天分二班由南市新大派专人搭高铁箱检体送至法医研究所和形式局生物科检验, 希望在最短时间有检验结果帮助罹难者找到其家人贫抚伤痛。 搜救告一段落后,台南市民政局并协调并葬所几个火化时间让家属选择火化罹难者遗体,安排家属回到灾区,为罹难者召唤举办联合公祭等。